本台消息 5月2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莱西 在直升机事故中不幸遇难 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致宴殿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表示深切哀悼 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 莱西总统亲属 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 莱西总统就任以来 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 促进国家发展繁荣 做出重要贡献 也为巩固和深化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做出积极努力 他的不幸遇难 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 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十分珍视中医传统友谊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最后有关 interference 视频来中医全面战略传统友谊 统友谊